乙酸是弱酸 那用蒸餾水稀釋的时候 乙酸的浓度会降低 那酸的稀釋条件 我们可以勒沙特列原理的柿子来做判断 当我们加水 每一个物种的浓度瞬间会下降 那反应会往系数核大的方向来做略微的移动 那移动完之后达到新的平衡 HA的浓度还是下降 那H正的浓度合并起来的结果 还是减小 F的浓度也是减小 所以A选项 轻粒子的浓度由这边来决定 可以知道是下降的 KW的关系它不变 因为K值只跟温度有关 不会跟稀释送影响 那当轻粒子浓度下降的时候 PH值会升高 那株选项来看的话 轻粒子浓度下降 那氢氧根浓度会变大 那畜酸根的浓度下降 那合起来的结果 当分子越大 分母又越小的时候 整个值也是变大的 那畜酸本身稀释之后 这边可以判断这个选项 是下降的 所以这边正确的只有C跟Z 两个选项